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刚经讲义 未将未农居士之遗住 死者在居士生前 既因病魔时扰 未刻写定 末后 又因种种障碍 己致一失 是岂无上甚深之秘籍 未可轻易宣漏 亦众生浮薄 未能养气大法耶 否则何以魔障重重 若是之甚也 于语士雕二十余年 知其一生时 诵金刚经 独具心得 假虚之下 向之起请 讲述大义 于旧记忆所及者 归而录之 居士愧然曰 主本虚心是我师 君字以主 而虚心若此 可谓名副其实 与其借讲 不如为君谈 而沈新联社同仁 闻之此事 要求公开 遂一座社中正式宣讲 规定每周二次 晚间深座 听者横数十人 于亦及习笔记 一日 善成居士改正 术后 居士已改正费力 不若自写 遂于每讲前一日 转数千字 必于抄路 于虽仍有笔记 乃夹真理 此法会始于假须七月 至已害九月圆满 基稿因此 居士已为尚须润色 并将这份所缺者不足 方可陈书 同仁因居士在家 问道者多 因谋令辟禁士供养之 比专心转数 李军 何嘉熙 连 文有事举 发愿独任经费 遂于护西 租屋三 右卫卧室 中卫佛堂 左卫讲世 已处居士 其已一年将此讲义不转完成 然居士每岁玉黄梅时节必病 病哲数月 病悦 则又泯念南北死难众生 其见大悲道场 潜心超度 因此千言 醋未脱稿 于语物时 偶问及此 居士似不愿人之督促者 于其已 岁不复问 物影手下 居士复士及 为那不输 于每隔二三日 往省之 见其病是 较罔罪未重 身未忧虑 是年五月 既然往生 家人来治丧 纷乱之中 已诗此已搞哉 于己使人毕密得知 协回简世 皆未散骗 前后间有错乱 同仁以余有笔记 多促于不转成之 但余已是凡 从居士自转讲义以后 所记之稿 即为辖善政 当时之速写 日久是之 自机强办能认 且在居士生前 余之笔记 尚须似其改正后 方无错误 经茂安取一句雕 亦有未安 古得一注 缺略不全 用以复印者 亦多有之 何况此书已成十之六七耶 为复印必须编绘 于日无瑕鬼 歌志又数月 信居士之弟子周军清元 发心认词 应以权稿必知 竹叶斯讨 随时将经文汇入 而清元亦因在佛前发誓 待众生受罪 时时报恙 不免作处 陆也即半 又因意外波折 己志功亏一溃 至继卯之东 始将全书录成 魔障如是 终的陈述 亦信义 一日 于偶遇李军 何嘉熙 连于图 知其自香港来户 不久及去 因述此港 亦可复印 李军欣然 未于云 应费由其人之 躺有人随喜 其亦不愿独占子宫的流资于 与沈丁连涉而去 示范古农居士 避难来户 欲于社中 商得其同意 任教定之责 遂得于今年六应成 智书之内容 本日词ご来自ump 今生为妙,发前人所未发,随时指示学人切实用。 用功处,接过来人语。 读者斩卷自知,无庸多罪,但述此书时莫经过之躯则如此,是未序。 民国二十九年六月奖为桥法明显决写于英士斋。 范序 金刚斑若波罗蜜金,为斑若金大部六百卷之一卷,文约而一经, 欲为金中之纲,梁有义也。 六百卷文,汪洋浩瀚,读者难知。 此一卷文,家宋户晓,班若深义,树姬红传义。 自古以来,解此经者,无律百数。 其具意见者无论乙。 其器正义者,当已无者,天清,师公德三论及森兆,智者,家祥三书畏罪。 四后宗乐,憨山,偶义续法诸师论著,各具精义,要出于无助者尽使。 然卫有如为农江老居士金刚经讲义之书圣渊博也。 讲义发挥般若只记祥且尽,又赴旁通诸大成经。 其指导学者观照法门,布地禅宗之向上,静东之一星,皆有所产发而已。 其犹据法眼,发前人所谓发者,则台宗判司经未通别兼援,贤宗判辱使教,而于是独,判为致缘及顿之教。 数不被经中所谓如来为罪上臣者说也。 他如经中文句,云如来,云佛,云世尊,云布也,云佛告须菩提等,为常人所忽略者,居士者能发明其圣意。 请这审心连设此讲,亦,于助教定,的读其文,不经欢喜踊跃,叹未曾有。 至于依据古本,考定义字,乐未定本,由未迁于年来思经之功成义。 朗月黄寒之居士弥陀经白化解,常探约,读此解者,不读之弥陀经义,也能知一切法。 经于将居士金刚经讲义亦云然。 自私讲义流通,我知读者亦展思编,不斥读于经十百步也。 经云一切诸佛及诸佛菩提法,皆由此经出,不由张明教住者哉。 教定寄弊,应赞叹而未知序。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跟臣手下范古农河南进序。 立言 依此书未将居士移住,复印公式,出版时应稿未完成,取讲居士显觉之笔记,当。 时曾经将居士修正者不知。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在版时,所缺讲义,已由讲居士。 显觉,将就时笔记,悉心教定,据意不入,遂成完毕。 依此书分信解行政四大科,集聚以分卷。 以五众玄义为首卷,余分四卷,共计五。 卷,卷莫妇居士之教勘计即拔。 依科叛妇于全书之首,比读者便于简阅。 依此书编会出版时由周居士清源人之。 教定由范古农居士人之。 并由蒋居士显觉。 孟居士定长,协同教对。 依书中补缺之处,首行加义不字,以轻眉摸。 将为农居士传。 蒋为桥。 居士姓姜氏,明中叶,自卫农。 法明妙序。 晚年改明度,号定翁。 于其所著书中,或属幻著,或属圣观。 随时取义,出顶。 先是本居江苏江宁南乡邻阁村。 英王复乐丰功,世事恶审,岁家焉。 居士幼时及随月丰功,持诵金刚经,终身未尝少措。 复任吴公,未前倾巡礼,有正身。 居士以光绪人影举于香,炫得陕西不用道。 燃养至晨欢,不乐是尽。 任吴公患游数十年,难至属,居士皆随事赞乡。 事无巨细,必公轻之。 居士终年丧偶,物人士之无常,以前信佛。 虽以父母之命,蓄取济世。 燃在家出家,其智已早决矣。 辛亥之秋,任吴公已年老至世。 居士奉父母,自属反恶。 执革命军心,家产荡然。 毕得东下,出于武林,后至上海。 虽流离所为,艰苦备偿,而养清乐道,处之泰然。 任吴公中真亮也,应居士,不许再入仕途。 居士谨受教,不敢忘。 丁寺,任吴公处。 居士于哀悔中,沉积劝母国太夫人常摘念佛。 悟武春,礼禅宗大德为君和尚师。 佛菩萨大姐。 尽力参究,颇得消息。 十倍五省旱灾惨重,居士受减兆难之托,携款北上。 参加佛教承证会放款十万,全活胜重。 与以兴人之间,使与居士相视于户上。 至是,又与相见于北京。 世年夏,道有徐文卫、梅光熙等, 言请关宗四帝贤法师北上,开讲元绝经。 自编讲义,分给听众。 然法师称信而谈,于讲义之外,多所发挥。 于殷请居士及皇室恩,恶述所闻。 每日笔记,由居士总其臣。 臣后,以臣帝师。 帝师应可,为取名元绝亲以。 识经师图书馆搜藏顿皇时事写经八千余卷, 中多秘籍,需专家效力。 于乃县于教育部,请居士任效力之职。 自物武器几位,先后二年,居士于残乱卷制中, 即臣大臣道千金随听一卷。 静经及解关中书二卷。 居士拔大臣道千金随听书有云, 门文顿黄金卷中有道千金书十卷。 为大臣所义。 即来图书馆,即取而阅之。 无乱委托,机不可读。 为之爬书踢绝,爬连准。 并取重腹之卷,互看一同, 亦有缘据他书以效补者。 其不可考者,则存遗焉。 机八之力。 路程一卷,人却首尾。 会复增相购得一残卷。 所缺书文, 稀在其中。 于是迁迷着, 遂成完书。 是可知其搜集之间心, 而时节因缘之不可思议也。 其静明心及解关中书云, 此书像从残万卷中, 重视搜集。 再更函数。 静得刊定成书, 首尾玩具。 指中间却一小段, 不爱大体也。 夫官中静明经书。 经有有文者, 锦衣照著。 人笑以此书, 往往此由家祥, 使之其已非原本。 旷复识门诸作, 此书被载。 而又为之科, 提分书。 即其所谓即, 言其所谓言。 譬如无上妙味, 翠聚而调节之, 取经用红, 欲之敏。 此意如是, 一边之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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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看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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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看 感看 感 感看 感谢观看 近年交易易密,研讨一生,方知居士一生得利于般若,从事参究,早的消息,豁然大悟,一心常在定中,晚间无梦,至今已五年余矣,故恒自言,教宗般若,行在弥陀,其说法也,称信而谈, 旁通驱达,自在无碍,于于经典籍修持功夫,偶有怀疑,已直居士,其戒达总高人医者,而其戒行之言,尽修之密,足为一世模范,居士成佛门龙相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义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欲说此经,先当科判 大科分二 甲,初,总是明题 四,别解文艺 甲,初,又二,已,初,是经题,四,是人题 一,初,又三,丙,初,说般若刚要,四,明荣会各家,三,依五重议题 丙,初,说般若刚要 般若刚要,含有三意 一,未般若为大臣佛法之刚要也 此意,诸大臣经论及古德著述中,随处可见 若波隐之,类独难尽 滋且舍凡就约以明之 取其意了也 夫大臣教义,声广如海 然一是以自度度他为本 自度度他,法门无量 然一是以六波罗蜜为本 而诗,戒,忍,静,定,五度,若离般若,非波罗蜜 是所谓六波罗蜜者 一是以般若波罗蜜为本 然则般若为大臣佛法之刚要也 张张明义 故大臣度论约,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 诸佛以法为师 法者,即是般若波罗蜜 大般若经约,摩赫般若波罗蜜 是诸菩萨摩赫萨母,能生诸佛 摄持菩萨 可见所谓大臣最上臣者,唯一般若而已 除般若外,便无佛法 当之大小臣一切教义,皆自般若出 一切教义,兼有与外道如如家到家中最高之理论相近者 独有般若,唯佛能证 唯佛能说 外道最高之理论,一遇般若,冰消火灭矣 故华言会上,诸大菩萨赞约 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净见,一切无有如佛者也 知此,则三教同源之说,其荒谋何呆言哉 知此,则学佛者记不了彻般若,虽尽知种种教义,尽学种种法门,皆是舌本竹墨,在枝叶上寻觅耳 岂能道彼岸乎 夫般若非他,理体本具知政治事也 理体者,时相般若也 政治者,观照般若也 皆明般若者,显其理外无智,智外无理,理智亦如也 既曰学佛,首当开佛之见 云何为佛之见,般若是也 乃从来含有学此者 或妄而深不,或无知妄谈 此所以学佛者虽多,而正道者甚少也 岂但辜负佛恩,亦且辜负己灵 何以言之,如我是尊臣道时,差约,其灾其灾,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觉性 但因妄想,不能证得 若无妄想执着,则无失智,自然至即时现前 如来智慧觉性,即时相般若 妄想即分别心,第六识 执着,即我见,第七识 而观照般若,即转此二识者也 此二识转,藏时即前五识皆转矣 故曰,若无妄想执着,无失智,自然至,即时现前 此二智,即未如来智慧觉性 因非外来,亦不可受人,故曰无失 因法而本具,必须自觉自正,故曰自然 亦可配根本智后的智,或到种智一切智说 总之,凡夫所以为凡夫者,由于无始无明 无明有言无智 故经欲超凡入圣,为在开其正智而 佛门中人有横言曰,求开智慧 此欲,正未当开般若正智 一击开佛之见 我世尊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何谓大事因缘,即是为一切众生 开佛之见,是佛之见 彼得悟佛之见,入佛之见而 乃众生虽知求开智慧 而不明其所以然 教者,学者,一未寻知密也 绝不知相班若门中问经 甚至相界勿言 可悲之事,属于于此 违背佛指 属于于此 误法误人,属于于此 自今而往,深愿与诸善之事 昌明正义,极力弘扬也 二,所谓般若刚要者 为极般若而明其刚要也 如上引大制度论所言 佛法即是班若 可见班若一门,设意无量 若不明其刚要,为免泛滥无归 前人有宗第一意空力说者 有宗二地力说者 有宗八不力说者 其说志不一也 第一意,极为本性 性为绝呆之体,故约第一意 性体空计,故约第一意空 此意,是明班若刚要,在于破我除职 必须我法聚浅,情直尽空 所谓的摩索离,即除诸患 而后时相限浅也 二地者,俗地也,真地也 俗,为世俗 真,为真实 地者,精神却荡之意 为世间知诗乡 凡俗见以为神却,是明俗地 真实之理性,甚至乃知其审却,是明真地 若曰佛法言,凡明诸法原生之意者,曰俗地 何以故 以世俗为物本性,逐相而转 因小以一切诸法但是原生,有即非有,其意决定故 凡明原生即空之意者,曰真地 何以故 以甚至极虚妄相见真实性 故动然一切诸法非有而有,当体皆空,其意决定故 龙树菩萨曰,为世地故,说有众生 为第一异地故,说众生无所有 世地,即俗地 第一异地,即真地也 由此可知,俗地明即空之有也,真地明即有之空也 又曰,诸佛一二帝,为众生说法,故家祥大师曰,佛法不出二帝,二帝该设一切佛法也 夫班若本设一切佛法尽 而曰佛一二帝说法,则班若刚要不出二帝也明以 盖班若要指,为令空有不着,以何忠道第一意 真俗二帝,证明此意者也 八部者,所谓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来不去,不依不矣 因谜八部知浅生,而成六道 因悟八部知浅生,而有三圣 盖一切众生,即直生灭断肠一亿来去等相而这有,故谓之谜 三圣中人,虽不直生灭诸相,而幼者于不生不灭等,以偏于空 故佛说八部知意,正令动明乎二帝 二帝明,而后中道显也 而第一意空之意,亦是令空有巨空 而后一切不着,中道原明 由是观之,第一意空,二帝,八部,说虽不同,而亦显中道则同 然则般若之刚要非他,即是令于空有二边,浅荡情直,物令庆静,以显缘容中道耳 换言之 佛说般若,在另一切妄想执着之众生,开其理体本具之正志,以明其无明,觉其不觉 彼无相无不相之实相,空不空之如来藏,现前,同正如来智慧觉性耳 此正我本师出现于世之大事因缘也 世则般若法门,乃最尚成 令一切众生臣之,而直至佛地者尔 由事言之 与其别别举意,明其刚要 何若曰,金刚般若经,实为般若不知刚要 尤为要言不凡 何以故? 本经无法不设,无意不张 上句二帝,八部,第一意空诸意,依依具足固 如曰,无我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等,第一意空之意也 灭度所有一切众生,俗地也 实无众生的灭度,真地也 行于不失,俗地也 于法无助,真地也 乃至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即非,是明,等等 全经所说,无枉非明二帝之意者 至令菩萨通达无我,法,在于开佛之见 入后所说,则皆不依不依不断不长不来不去不够不尽等意 以显诸法空相,是法平等 夫诸法空相,是法平等,即所谓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也 而令学人如是眼说,如是受持 岂非以如是等意,为般若之刚要呼哉 不但此也 如上影大般若经,大智度论之言曰,般若能生诸佛,摄持菩萨,佛法即是般若,是指是佛法要领,不出般若也 而本经则曰,一切诸佛,即诸佛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其指是般若要领全在此经,不由朝朝明明乎 佛说般若,前后共十六会 一封文复 文西藏一文至千卷之多 中文简阔,亦有六百卷 内典中卷至最大者,为般若不 读诵以南,黄论演说受持 故于第九会,由博而曰,特说此经 罗十大师师弟,亦成华文,并加入为一支术杭祭之,指五千八百三十七字耳 不但般若要指,尽在理许 且的此一卷,一切佛法无不再握以 何以故?此卷为般若之刚,般若为一切佛法之刚故 故必一切佛法通,而后此经可通 何以故?因往乃的刚故 然亦必此经之义去生解,而后一切佛法头头是道 何以故?刚举则目张故 当如是之也 此一卷经,即为三藏之刚 其关系重要,可知 其意运之悬阔,条理之繁密 意由事而可知 且以绍文而设多意 信的意人笔妙,方足已传之 是以经中一句一字,皆观红指 即意名称,意结集者标举之词,意含经意 少少忽略,意便难通 自一传之后,禅宗五族,六族,吉利弘扬 遂尔家欲户晓,流通不绝 虽多未明其意 而学佛者盖无有不读此经者也 各佛教国中,未见其比 及此观之,足见无国众生 深蒙佛护,良堪庆卫 何以故? 此经流传不绝,便是佛种不断故 自经而后,当于云和演说,云和授持,特别嘉义 乃足以少报佛恩,即翻译此经,流通此经者之恩也 何丹如来,当的菩提,愿与诸君共勉之 三,为及金刚般若而明其刚要也 本经之刚要无他,浅除妄想执着事宜 盖如来智慧觉性,一切众生,人人本具,各个不无 但为妄想执着所障,不能振得 佛为一大事因缘出事者,为此事也 一切佛法,无非破直除障之法门也 而本经所说,由未直结了当 譬如金刚宝剑,依此而行,可以直下断除者也 妄想,即是分别心 执着分为两种,直五蕴色身为我,明曰仁我执 简言之,曰我执 执着一切诸法,明曰法我执 简言之,则曰法执 我执不除,生烦恼障 法执不除,生所知障 总明或障 由或造业,则为业障 因业受苦,明曰苦障,以明报障 我法二执 细分之,又有分别,聚生之别 其心分别,因而执着者,为分别我法二执 故粗 并未有意分别,而执着之凡情随念聚起者,为聚生我法二执 故戏 此世多生以来,习气种子,运在八十田中,故耳随念及起,最为难除 当知妄想执着,由于无始无明 而般若,则为理体正智 智开,则无明者明矣 无明明,则妄想执着自断矣 故学佛首当开示误入佛之之见 佛之之见,即是般若正智也 无论修合法门,皆需致力于此 故一切法不能离般若也 修净土念佛,亦然 经云,心净则土净 妄想执着不除,心何犹净耶 古德言,爱不重不生缩婆 情指我见,实为爱根 故求生净土,必应从此下手 所谓老实念佛者,老十二字,必当注意 世间一切染缘,攀缘不息 云何能老实乎 由此可知,般若净土,除非二世 此经,时一切学人出妄知鸿刚 尽心之书要也 自不过略谈大致,详见,丙,三一五众事提中 古人将是一经,先说玄意,一约玄谈 玄者,申也,又玄也 未将经中申意,提要勾玄而先谈之 史闻者得知大药,入闻时乃有头绪也 故玄谈云者,有言提要 正义经之刚要所在也 经故依天台力,开为五众说之 上来初说般若刚要尽 丙,赐,明荣会各家 解释佛经之书,各宗具备,且皆流传不失者 莫过此经 有弥勒菩萨之诵,有无者,天清,功德师三菩萨之论 但一笔灰色,颇不易读 且各旧所见发挥 往往有诈事之,若与经义相反,而实相成者 其精妙之处,非后贤所及也 须向大处深处领取 若死在巨下,居直文字,依依与经文比复,反增障碍 规风之论书转要,即犯此病 功德师论题极妙 约,金刚破取者,不坏假明论 全经要指,尽在里许已 无土著此经最早者,为罗石入世弟子森照 折磨不多,但略全是一二要指而已 然不堪之作也 六朝时注释至今人存者,有三论宗家祥 天台宗智者两师之书 家祥一身经历,在于三论,所有著述,无一不经 而金刚经义书,则不经义之作 或为门弟子随意录存,为今审定者,亦未可知 应多贤文,比义无杂 与家祥其他著作,书不相类固也 智者之事,全依照著 偶有一二处,略加书通而 智者以三地发挥一切经 读于此经,宗二帝说之 而于是明之言,皆作假明慧 祖师法眼,令人轻浮 不解台家子孙,何故不尊祖训也 其未见此书也 智者书清末时由洋人山居士向日本请归克之 唐时法相宗窥姬,亦有助士,多数法相 富有士会尽之助,经占处不雅赵公 古著中,当以赵会为罪加以 华言宗规风,作论书转要 虽是精心结传,习居签论论文,经意返会 宋时有长水师,作刊定计,以事归风转要 依文解义,盛响也 禅宗祖师,亦有说经之作 如唐之六祖,缘之中风,明之憨山 然皆寥寥短篇,无甚发挥 明末,天台宗偶异,作金刚破空论 盖有为而作,亦可备亦格也 此外宋明清时,出家在家之是此经者,所在多有 不无一二道者语,精神则未能也 清初有台宗普晚之心印书,以三帝说经,与多作识 书为经旨,读科判兼有可取处 又有华言宗达天之心眼书,兼有经道,能发前人所谓发者 以信解行正判经,见地犹拙 他如五十三家住等,博杂不纯,不足观也 经翻演说此经,仲在将经中今生为妙之指去,一一剖而出之 向来是为大臣出门者,一一言其究竟,归于圆容 向不经义之处,则未产发其红指 向未重负之语,则未抉择其浅身 于前后意运关联沟所之处,皆一一道出所以然,而贯通之 于所有关门,行门,指示修工处,不敢一字忽略 物令文者得以入手 多引他经,互相证明 以便的所会通 经要处,且容归净土,以破向来其事之病 自愧学历疏浅,不足以说此生经 然大愿所在,时欲人人明了般若真实意 数不至于怕谈,妄谈,浅谈云耳 若上举前贤论书中经要之说,皆一一则取而容纳之 但不必习其面貌,居其文字耳 上来次明荣会各家已尽 并,三,依五重试题,分二,丁,初,总结刻意,四,依次开示 丁,初,总结刻意 五重者,明,体,宗,用,相 依者,台宗智者大师说法华经经题,曰明体宗用相,开为五重,以发挥经中要止,最为简明 少一重不得,多一重亦不必 故经一之也,此之无重,四地相生 夫一经必有一经特立之明 明者,所以标一经之概要,以显其意于他经者也 故第一重为是明,明者时之兵也 既标此明,必有其时,非虚立也 故四显体 体者,实体 及经明之主体也 因明何时矣 然非修观行,人属空明 而一体其修,必明宗去 故三明宗 宗者,修宗 为修行之只去也 既以真修,必得其用 故四论用 用者,功效之义 佛随众生根基之大小利盾,说种种法以教化之 故经教极有大小篇圆圆见顿之书 如华严宗,叛卫小,始,中,顿,圆,五种教乡,天台叛卫藏,通,别,圆,四种化法,顿,剑,秘密,不定,四种化一世也 亦经之明,体,宗,用,四种玄义记明,则其属于何种教乡,亦可得而了然矣 故第五众为叛教乡也 经依五众之次第,开为五科 丁,四,依次开释,分五,悟,初,世明,四,显体,三,明宗,四,论用,五,叛教乡 悟,初,又二,己,初,通明,四,别明 己,初,通明 通明者,金刚般若波罗蜜精之金字,是也 佛所说法,通明为经 非亦经未然 故经自乃一切佛法之通明 梵语曰修多罗,亦做素达兰,修度禄 修多罗之本义为献,引身为贯穿,为摄持,为契合 即将佛说之法,分类解极成书,应以修多罗名之 为贯穿佛语,摄持不施,上弃佛心,下弃重机也 大法东来,古得岁以经自义修多罗 经自本义,为经未,组织,与修多罗之现义,贯穿摄持等义,正负相当 且无国习惯,为圣人语,使得称经 及其隆重,亦修多罗未经,经荡之志 但我国经字,不含气何之义 与修多罗原义,少嫌不足 然除经字外,更无他自可义 故古人不得已,称佛书约弃经,既以补足原义,且显此是佛经,非他交经也 若是经未尝,未到,此乃经自隐身之意 修多罗中原无此意 故是佛经,不宜引用也 即,次,别名 金刚班若波罗密七字,为本经特立之名,一切经不能通用,是为别名 金刚者,欲也 班若波罗密者,法也 是为法欲立名 诸经经提,安明之法,取义不外七种 所谓人,法、欲、丹、妇、俱、事也 如阿弥陀经 阿弥陀,佛名也 取人名为经提,为之丹人立名 如盘舟三昧经 班舟三昧,为一种法门,是为丹法立名 如道感经 道感,欲因缘生法也 是为丹欲立名 如妙法莲华经 妙法,法也 莲华,欲也 有法有欲,非丹而复,为之法欲立名 如普贤行愿品 有法有人,是为人法立名 如如来狮子吼经 如来,为人 狮子吼,为欲 是为人欲立名 如大方广佛华言经 大方广,法也 佛,人也 华言,欲也 则是巨族人法欲,以立名也 丹三,负三,巨族者一共为妻也 如一题之中 有两欲而无人法 亦单是欲而非父 有两法两人者 例此可知 故经名无量,取义只此七种而已 范玉,口家父,日落,或拔折落 亦为金刚,物名也 盖经中之经,最坚最利 能坏一切物,为利 一切物不能坏之,为坚 内典言,地势有宝,名曰金刚 持之与修罗战 金刚力士所持气障,曰金刚处 金伦王有金刚伦宝,应称金伦王 本位天上之宝 人间虽亦有之,然胜罕见 古人为之金刚钻 色如紫石英,透明 或曰,深水底石上 内典中,常用以欲法欲人,如曰金刚三昧,金刚力士,金刚身,金刚网,金刚手,金刚星等 揭取其坚固不可坏而能催灭一切魔障之意也 金以欲般若正智 般若如大火炬,四面不可处,处则丧身失明 如金刚然,一切物不能处其封也 般若正智,能破烦恼重障,如金刚能坏一切物也 十诗云,金刚宝方寸,其光明能照数十里 般若至光,亦附如是 彻见一切凡情妄想,而破无名也 金刚宝,为金刚力士能持 般若亦然 非具大乘根性者,福克成当 顾曰,若乐小法者,者我仍众深受这见 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也 真第三藏言,金刚宝有种种色 青色者能消灾恶 如班若波罗蜜,能除三丈,成三生 度生死流,达涅槃案,度一切苦恶也 黄色者得满所求 如班若之庄颜万行,成就无边功得也 红色者向日出火 如班若以始觉和本觉,出智慧火 烧烦恼心,如千日轮,光明便照也 白色者成青浊水 如班若能备成和觉,度五浊世 达清凉池也 闭色者消浮毒害 如班若之除我法之,消三毒苦也 又有无色金刚,亦明空色 得知者能于虚空行驻 班若亦然,所谓第一亦空也 据此三空之志,则我空,法空,并空亦空 空中无色,无受想行时,乃至无智亦无的,而得无上菩提 人归于无有少法可得 则如如不动,成金刚生矣 总之,金刚之间,玉石相般若,随缘不变,再缠不坏也 金刚之力,玉观照般若,无我不破,无或不断也 金刚之名,玉文字般若,能开解会,无明的名也 金刚为无上宝,价值不可称量,玉观若为无上法宝,功德不可称量也 金刚宝世间含有,玉观若法宝之稀有,所谓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也 泛于般若,义为智慧 非是智晓慧也 乃立体本具之正智,所谓佛之之见 立体,即是觉性 一约时相般若 正智,即观照般若也 理外无智,智外无理,理智本来亦如,顾皆明般若 因恐人物认识寻常之智慧,故经论中多举一音般若未言也 此智一切众生本具 但为无始无明所障,不得显现 且此智,自正方之 非言语文字所能形容 何以故 必须言语断,心形灭,乃能自正故 然而一切众生,昧之久矣 不假方便,障云何开 障若不开,此智又何能现 故我世尊为此大事,出现于事 不得已,人用语言文字以其导之 凡说佛之佛见,以开示众生 使得误入者,明曰般若法门,义云文字般若 欲令众生,因文字,起观照,证实相也 其他所说一切法门,如布施持戒等等 皆从佛之佛见出 使众生依而行之,以为开悟般若正至之助者 故曰,一切法不离般若,般若为一切法之刚要 换言之 即是般若为一切法之主干,欲于一切法中 非离一切法而别存也 直言之 我佛出世,为怜悯众生,同聚如来决信 皆得成佛,而尽不自知 故说佛之自证者,以破众生之于痴 对于痴言,假明曰智慧而 实则智慧非别,觉而已矣 实相般若者,本觉也 观照般若者,始觉也 以一切众生从来不觉故,乃假文字般若以觉悟之而 因是之故,读经文法,要再生字警惕 以佛所说者未尽,时时处处,用以自照 不观不照,弥合有觉 是即所谓依文字,起观照也 观照公久,则恍恍然,警惕之心自身,是即始觉也 一理体本具之正至初开也 如是不退不屑,观照之功,日生日存 则所谓始觉者,先如初生之月,渐渐光多暗少 以至于月轮圆满,光辉焕然,则性体显现 即是始觉何于本觉,而亦无始本之分也 当之所谓成佛者无他,觉性原名而已 而觉性之开,非障文字般若之力,祈祷无由 故曰一切诸佛从此经出 复次在梵语本文,制曰若那,会曰般若 照见卫智,解了卫会 决断卫智,简则卫会 知俗地卫智,照真地卫会 彻明妙有卫智,器物真空卫会也 佛经常说六度,有时亦开卫十度 第七度约方便,第八度约愿,第九度约立,第十度约智 以对第六度知卫也 然而空是即有之空,有乃即空之有 故智慧二字,时分而不分 此经,证明空有不着 所以般若自,应作智慧会 不能居直文义,强分为二 不过有时佛经中义不分而分 举智以明俗地,举会以明真地 故学人义不可不知此义而 金刚缘以欲般若 然为第九会所说者,乃以金刚能断欲之 岂非以此经所说之意,由未兼力而明,由能断祸 于会说者未经,此经说者乃经中之惊乎 故本经约,佛及佛法,从此经出 又约,此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义不可思议 克制此经未言 则般若刚要,尽在此经,更足证明以 范语波罗蜜,意味彼岸道 盛此方文字,应约道彼岸 印土古俗,凡所作究竟,皆云道彼岸 由此方方言,所谓道家也 若曰佛法言之 所谓离生死此岸,度烦恼中流,达涅槃彼岸事也 故波罗蜜亦是遇词 灭盘者,不生不灭,极为本性 本性者,性乃本具之意也 言本具者,明非造作 既非造作,可见本来如是,而非从无而有着 故曰本字不生 言其本来以具,非心生也 既本不生,故今亦不灭 而众生生死不已者,相也,非信也 何故生死不已,由于其心生灭不停 当之生灭不停之心,所谓实相也,亦非信也 何故如此,由于烦恼 以烦恼故,遂至心有其灭,性便未实 由此造业,受轮回苦 而众生不知反本,任是未信,迷于生死之乡 所以轮回不息 而与不生不灭者虽敌面而成永隔矣 故以烦恼欲中流,以生死欲此案,以灭盘欲彼岸也 盖本无此案彼岸,应有中流隔之,遂成彼此之别也 烦恼意约或,所谓见思或也 见思或皆从我见而生 故欲了脱生死之相,须正不生灭之性 而欲正本性,须化处我见 然我见根深,必须用种种法以调伏之 开根本至以断绝之 所谓理虽顿悟,事须见除 由之过度,从此案达彼案 行之以见,不容即也 故约离,约度,约达,以显其未可一蹴即到 而说亦留字,又所以显其危险 无名风万不可起,岂则随流而下 甚至有灭顶之凶,尚能度达彼岸乎 修行人其圣诸 然如上所说,上世专曰凡夫说 若系别之 生死罕有两重 烦恼意间见思,尘杀,无名而言 凡夫者有,值于忍我 遂应见思烦恼,而堕分断生死 二圣,即一类菩萨者空,值于法我 遂应尘杀,无名烦恼,而有便亦生死 故欲正道无于涅槃,虚空有巨空 破我法二职,了两重生死 渡过剑丝,尘杀,无名等烦恼中流 乃达涅槃彼岸而 故大制度论云,有无二见,皆属此案 二职巨空,使达彼岸 二职,即我,法二职也 渡流之法为何 六波罗密是也 用此六法,可到彼岸 故此六法,以明六度 六度之中,不失要义,班若有要 不失,舍也 若不知舍,云何肯离此而渡 然若无关照之志,又云何肯舍 故班若为五度之纲要 五度离此,非波罗密也 又负智慧二字,分言之,亦可因为明慧,果为明智 班若波罗密,约因为说,由言到彼岸之官慧 若约果未说,则班若即是波罗密 何以故,果为之般若,即是理智亦如 理智亦如,即是不生不灭也 约因为说,金刚及遇此之官慧,罪兼罪利罪名,故能到彼岸 约果未说,金刚则欲如来法身,所谓金刚不坏身也 上来是明晋 物,四,显体,分三,己,出,明体意,四,便果同,三正显体 己,出,明体意 体者,主体也 凡说一经,不能树言变了,往往千言万语,头绪纷然 读者闻者,如入大海,但见汪洋一片,莫变惊涯,不免心望洋之叹 当之每一步经,卷智无论如何重大,条理无论如何繁多,必有其归去所在 换言之,一经必有一经主要支点 千言万语,皆屈重于此点也 千条万序,皆发生于此点也 此点及一经主要支点,所谓体也 寻出千言万语千条万序中,主要支一点,而指明之,所谓显体也 读者闻者,若明北经中主要支点,则要刚在握,不致望洋心探,亦不致入海算沙,更不致误入歧途矣 知此,可知显体等等之关系甚要也 知此,可知古人于经前先说玄谈之苦心也 总之,此所谓体,乃经体而 非谓性体 即,此,便一同 便一同,有二亿 初曰经体性体,便其一同 夫经体非性体,故意 然而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是 所谓一大事者,即是开示一切众生,同聚如来智慧觉性 彼得误入,以其成佛 说法四十九年,专为此事 由事言之 一切经莫非开示本具佛性 是一切经之主体,皆不外乎发挥性体可知已 然则上文乃曰,此中所显 乃经体非性体,若不能不辨别者,何耶 当之一切经虽皆不外乎发明本具佛性 然各经历说,只去不同 有众在除障者,有众在修复者,有说素因者,有说后果者 即有万千之别,说法便因而有万千之别 非不不经皆指指本性,彻底发挥也 其能弄动蛮憨,呆指经体即是性体 且即以指指本性言 性体包罗万有,一名不能尽其量 遂不得已,而立种种名,如曰真如,曰如如,曰时相,曰法界,曰法身,曰性静明体,曰原觉,曰自性清静心等等 其名无量,显意一极无量 直指本性之经,有句词明者,有句笔明者,有兼句庶明者,应说经之指去而已 即此可见虽同是直指本性之经,显意即各个不同 经中之归去所在,亦因而各个不同 故经体与性体,曰彻底显性之经言 虽二而不二,仁父不二而二,不能混味一谈也 其一同必须辩明者,此也 四曰各宗,辩其一同 无论何宗,其说经体,必须将经中要指,摄入而发挥之,方位言中有物 而分门别类,立有一定之规格者,当推天台,显守两家 然显守之时门分别,有时不胜适用 不若台加所立五重之简明皆要也 即以显体严,两家亦颇亦齐去 盖显经体同,而显体之命意,大不同也 显守宗,多旧通明之经自上显体 一级曰能全之经教显体也 此宗大德美曰,一切大成经,以诸法识相畏体 归封金刚经转要书曰,以文字般若畏体 此皆曰能全之经教而言者也 夫一切大成经,以诸法识相畏体 则一切大成经莫非文字般若明矣 若克止般若不言,则前后十六会所说 皆文字般若也 启独第九会未然,启独慈经未然 顾规风所说,可通之于他经 顾曰,是旧通明之经自上显体也 而台宗之显经体,则克止当部,不能一意 即是旧别明之金刚般若波罗密七字上显本经主要之体 亦即曰所权之理事以显体 顾曰,台加所立,简明切药也 此两加显体之一同也 即,三,正显体 经济一台加规格,曰经体之别明,以显经一所明之主体 则台宗诸大德所说,不可不先知之也 台宗古德之本经著书,流传至今 其人可诗,其著可传者,唯有两种 一,随时智者之注 一,明时偶异之破空论事也 智者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未经体 偶异以,时相常注,未经体 晋时台宗大德帝显法师,传金刚经新书,则以,第一异空,未经体 三诗标显各异,恐或质疑 然不必已也 当知三说但文字不同而,理则无书 盖时相即是第一异空 大智度论云,所谓第一异空者,诸法时相是,如来之称,以显性德,即是显法生德 而法生非别,时相是也 由是可知三说虽一时痛矣 然心书之第一异空,其文非本经所有 智注最佳矣,而本经更有简要之具可取也 时相切要矣 常注二字四略凑 若但举时相二字,虽妙,然一切大成经,皆以诸法时相未体,又嫌肤反 故经不知三说,而义之曰,经体者,生时相,是也 本经云,信心清净,则生时相,时相者,无相无不相 即未真如法生,亦即空不空如来藏 生者,现前之意 云和现前,由心清净 云和清净,由于无助 无助者,离一切诸相是也 离一切诸相,即是空,有不着,亦即亦空到底 本经约,离一切诸相,则明诸佛,何以故 诸相离,则时相献前故 由是观之,以生时相三自显本经之归去,礼无不赦,事无不张也 本经字是时相之意曰,时相者,即是非相,此中非字,是一切俱非 非有,非空,非亦有亦空,非非有非空 凡此空,有,双亦,双非之诸相俱非,非亦不利,是未离一切诸相 众生自信之相状,本来如是,真实如是 无以明知,强明识相而 离者,无助之位 无助者,不取之位 不取于相,便如如不动 无以明知,强明曰身而 文字般若,全此时相也 观照般若,观此时相也 至于时相般若,圆满显现,则道彼暗矣 而取相由于我见,一切诸相离,则我见除,反恼断 而反恼断一分,时相变身一分 欲本经之文字般若,观照般若以金刚者,正因其能断烦恼,生时相也 然则生时相三字,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精主要之体,岂不招然若皆哉 物,三,明宗 分三,己,出,明宗意,四,便同意,三,正明宗 即,出,明宗意 所谓明宗者,明修也 宗,主也 明,说明也 夫明修为知明宗,何耶 天台宗如此立说,具有两众生意 一通,二别 一,景策学人,佛法以实行为主也 此事通意 二,修行之法无量,应根基及目的,而义其法 犹如是法学校,应种种类别,而定有主要科,随意科也 本经有不思议功德,为发大臣最上臣者说,其修法以何为主乎,此别一也 不约明修,而约明宗者,取义在此 明宗谨涅显体来 盖经义之主体虽显,然非修莫正 若谨涅之显体,而不一体其修 如数他家宝,自无半前分 显之何意 故我佛每说义法,为说之先,必借以地听 文思修三会皆聚,是为地听 而每经节语,必曰信受奉行 即是开示,读经,文法,以如说修行为主也 然则本经归去所在,所谓经义之主体,无知其未生时相以 时相必云和而后生也 我佛说法,句句说信,即勾句说修 经将如法实行,于无量行门之中,经只究以何法为主也 以事之故,显体之后,必记以明宗也 即,四,便一同 如上所言明宗之宗,与各宗各派之宗,又宗派之宗,与宗教之宗,又佛门所说之宗教,与世俗所说之宗教,不但是人不明,即佛门中人,亦多混淆 经成便将其一同之典,一一辩白清除,想为诸君所愿闻也 经人所说宗教,其一本时西人衙会 是有其书,资亦无瑕所及 可见言以明之曰,一交之中,奉有无上权威者,以为之主 其主,能生死人,一切荣枯,闲在其手,故崇拜之 此世俗宗教之说也 故意言宗教,即含有迷信依赖意味 世人图见我佛门,奉佛为教主,赋闻佛门亦有宗教之言,莫名其妙,遂与西人宗教,混味一谈,随人脚后跟转,痴味迷信,任意毁谤,造无见业,真可明也 且因佛门礼向,底位拜穆偶,亦为佛教上不及他教,其余可谓即矣 经义无庸深谈宗趣,享饮教义,遍言即可盼其与西人宗教大相径庭 当知佛像,经卷,即出家人,称为住持三宝 意在令人应向而观想呼佛,应经卷而通达其理,应出家人而引起超成离构之心而 故为之住持 盖借住持三宝,观自信三宝,正常住三宝 生死容枯,皆由忽己 无上权威,卧在自首 故约万法为心,心外无法 此佛法所已超胜于世间一切道德哲理也 其其他宗教所能梦见哉 若佛门中所言宗教,宗为明心见性,因佛法以明心见性为主故也 教为一切经义,因一切经义为佛所示教故也 故若通达乎心性,为之宗通 若通达乎经义,为之教通 宗也,教也,截然两世 其为奉义无上权威者,为教宗主人翁哉 则所谓宗教,其明虽同,亦则回义,教然明矣 是故佛门中宗教之宗,原非止宗派言 但因禅门唯一以自悟心性为主,不重经教,明曰教外别传,遂为之宗下 明其与明心见性为主之宗止相何也 宗教之教,亦非为教主 其能深通经义,依文字,其观行,正时相者,则为之教下 明其能依教奉行也 此乃后其之义,以含有宗派义在义 然曰宗下,曰教下,亦有平等,初无宣制 既而凡言宗下,不但专止禅宗 并含有事能实行,事能恶要之义 凡言教下,犯止禅门以外各宗派 并含有但求多闻,无异于人之义 则疑众亦轻,大有不能同日而予亦死 其义更属后起,盖在禅宗及圣时也 至于所谓各宗,各有所主之义而 或主法相,如慈恩宗,亦明法相或为实宗 或主法性,如禅宗,及三论,天台,贤守等宗 亦因依教不依教,别禅宗于其他严信者之外 如上所说之宗下教下,亦因所主之经亦不同,而立宗明 如约三论宗,法华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主律者约律宗,事也 由宗再细别之,则明为派 如法相宗有真谛之旧派,玄葬之心派 华严经兼明信乡,故宗华严者,其教义信乡并通 若曰法相而言,贤守一家,亦可称为法相之幼一派 他如净土宗,亦有作官,持名之别 禅宗之分灵迹,为养,曹洞,法衍,云门五宗,虽立宗明,时乃派别之矣 于可类推 总之,宗派之宗,因其利益,施教,各个不同,虽立各种宗明 不但修行方法有意义也 若明宗之宗,则专曰修严义 大地宗教之宗,其义最广 宗派之义,以为见侠 至曰明宗,亦有侠义 此其义也 而宗字之义,为主张,为主旨,则无不同 若福西人所云宗教,乃是有无上权威 者为一教之宗主之义 予无所谓宗教,义乃回义 此皆不可不辩者也 世俗中人不明此义,尚不足则 乃佛门中人,亦因亦同未曾辨明 不知将佛门中宗教之正义,详切身说 但曰佛法非宗教,以与世俗真 夫佛法明明有宗有教,何云非宗教 古人著述中,屡见不依见 如此利说,岂能令人心折 若将正义说明,使之无所谓宗教 非彼所谓宗教 则今未分明,彼亦无从师其毁放矣 又台宗矣外各家,亦常名宗矣 然其所明,非台宗之所明 其亦同,亦不可不依便也 如显守宗志炎二祖,诸位一金刚经曰 文字,观照,十相三般若,位一金之宗 则所谓宗者,既非专曰修宫,亦非克止金刚经 只可谓知犯论般若诸金之主指而 规封之书,以时相般若,观照般若,不一不二,位宗,事前说略幽 然亦只是总论,而非切止本经 且未信修何说,非专曰修言也 三论宗家详义书云,因果位宗 盖以无助之修未应,成就得无所得未果也 此说则克止本经,不能以之他不,且要多矣 然以设入台家第四众之论用 何以故?公用属果故 由此可知诸家明宗则同,而所明知宗则亦也 且由此月见台家之无众,简明切要 非诸家所能及焉 即,三,正明宗 台家大得明宗之说如何? 至诸彪宗,未以时相之会,修无相之谈 般若未理体本具之正至,故曰时相之会 谈者,不失 取经中菩萨与法应摩所助行于不失之谊也 偶译破空论,以观照气力为宗 气力者,气合理体也,即置诸实相之会谊也 帝法师心书,则以发菩提心为宗 三说之中,自以置诸位最经 于两说,未免宽泛 自以本经现成语句,应离一切相,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离一切诸相,则明诸佛 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修一切善法 则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之意,曰为两语曰,离一切相,修一切善,为本经一体其修之妙宗也 命意与智柱同,而语句现成,且明显意了,故意知 何谓与智柱意痛也 本经举一不失,以设六度万行 行于不失,正所谓修一切善也 而离一切相,正是实相之慧 盖法与非法,两皆不取,为离一切相 正与无相无不相之实相相应 是则离一切相,非实相之慧而合 当之本经唯一修宗,再无著二字 但标无著,以明经宗,全经之关门,行门,尽在其中矣 然恐领会不易,不如以离一切相修一切善良与明知 则无著之指,动然明白 何以言之 无著者,两边不住也 亦即亦空到底也 经云,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非法非非法,以及即非是明诸句 又云,无我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 无论约二边说,约众空说,皆所谓离一切相也 即无著之真权也 而于法应魔所住之下,仅皆行于不失,即是修一切善之意 亦即空亦无著之意也 全经所说关门行门,依是以离一切相修一切善为本 正所谓妙有不有,真空不空,遮罩同时,晚和中到第一意也 大制度论云,班若要指,再离一切法,即一切法,离一切法者,离一切相也 即一切法者,修一切善也 得本经离一切相,修一切善两欲 班若要指,因而动明,有下首处 故本经未般若知刚要也 且离一切相,方未发无上菩提 而得无上菩提,亦不外忽离一切相 何以故?无我人众受,正未离一切相故 而离一切相,当从修一切善做出 此正无时从无虚出,无畏从有畏出之意也 故离一切相修一切善两欲,将金刚班若波罗蜜 从此岸,渡中流,达彼岸之行成,扩近无一意 故曰,为一体起修之妙宗也 总之,明宗必与显体相应 经体即未生时相 而离一切相,本未时相之慧 故离一切相,修一切善,时相便从此而生 故曰,离一切诸相,则明诸佛 故曰,以无我人众受修一切善法则的阿诺菩提 盖明为诸佛者,因其的阿诺菩提也 阿诺菩提者,时相班若也 离一切相修一切善者,观照班若也 因观照而证时相,则举此两句经文,以明修宗,若网的纲,有条不吻以 五,四,便用 用者,公用也,利用也,即成效之位 修必得其宗者,以不如是便无成效之可其也 然则修宗济明,其成效为何如耶? 且成效原非一端,当辨别其属为最大 何为最大?其成效与经体相应者是 夫有是体,必有是用 用若不予体和,是其修功有有为道,亦不能为之成效矣 故不曰显用,明用,而必曰便用者,以此 不但此也 用由宗出 修宗属因,公用属果 因如是,而后果如是也 而曰便者,便其效果是否与经体和,即以便其修因是否与经体和也 当之明修为之明宗者,即明修因之宗旨,必不离乎经体 换言之 主要之修法,在以经体为宗 是则修行之方法,即需与经体和也,明以 而因果从来亦如 故曰学人言,当便其所得效果,是否与经体和,即可知其修因,是否与经体和 而曰经义言,当于经中,便其修为与经体相应之功用,方式与修宗亦如之成效而 总之,体,宗,用,必须一贯 而体,宗,用,之明,是曰所而言,即是曰经义而言 盖显体者,显经义之规去所在,是即义经主要之体也 明宗者,说明经中所言一体而起之主要修法也 便用者,辨别经中所言应修而得之最大功用也 若曰能修之人而言,明宗,是明应为之修 便用,是便果的之正 而显体,是显因果之目的 盖明宗者,明其在因地时,必应如是修去,乃未向目的而行 便用者,便其所谓正果者,必得如是公用,乃未将目的达到也 当如是之也 他终于便用一层,或略而不谈,或换一种说法 如显守时门中,有一门,曰交起因缘 慈恩宗,亦说教起所为 是皆论一经之功用者也 然所论未免过凡 以天台宗言,智者著本经,以破之二字为一经之大用 破空论则曰,经用者,断一事 而新书曰,经用在于无助身心 又过简略,不尽经义所言功用之量 当知体,宗,用,三,所以必须显知,明知,辨知者,重在令文法者,的有方针,且资谨侧而 故不但应以片言,阔净经止,使能了然于一经之刚要所在 由须明白一小,使其触目惊心,有下首处 太凡太略,皆不相宜也 经欲详辩本经之代用,当先民所已成众生,即不能脱苦之病根所在 佛言,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觉性,但以妄想执着所障,不能证得 此术语,说得极其彻底 意味,众生皆可成佛 何以故? 皆有如来智慧觉性故 然不能成佛,何耶? 本具之如来智慧觉性,有物障之之故 此名成众生之所以也 夫一切众生,皆有此性而不自知 及知之,而所障若未除尽,亦父不能证得 此名不能脱苦之所以也 仗物为何? 妄想执着是 此名成众生受苦恼之病根也 寥寥数语,一其说尽以 妄想者,分别心事 执着者,我,法二执事 即所谓我见也 粗则执着色身,是为人我见,则不能脱分断生死之苦 细则执着一切法,是为法我见,则不能脱便一生死之苦 不但此也 因我见之之,其分别之旺 于是顺我者贪之,逆我者甜之 而不知本无所谓我也 故为之痴,亦曰无名,亦明不绝 遂造种种罪业,为其迁细 其苦越甚,越不得脱 妄想执着,亦因而越深越重 本具之如来智慧觉性,更因而越迷越隔矣 然则我见何自其耶 以不达一真法界故 法界者,四圣六凡十法界也 十法界之相,虽差别无量 而使法界之信,则同一真如 不达者,不知也 故其信论云,以不达一法界故 不觉念起,而有无名,因其不达 故为之不觉无名也 念起,即为妄想执着也 不达一真法界,由言不知同聚如来智慧觉性也 盖不知信体本同,遂其人我分别之念 业力由此而作,苦报由此而招矣 然则欲脱苦报,当消罪业 欲消罪业,当处我见,明已 我佛为一大事出世者,为此,说法四十九年者,说此 本今为一切法之刚要,欲之为金刚能断者,其代用一极在此 今明曰般若波罗密者,为此今能开众生到彼岸之智慧,彼得同到彼岸也 此智,为一切众生理体所本具,即是众生皆有之如来智慧觉性,故为之到彼岸智慧 故此智开,便能到彼岸 何以故?此智若开,便是不觉者觉,无明者明 便是通达一针法界 便是从根本上迫起我见 则无惑而不断 故以金刚欲之也 然则此智云何开耶 当之发大悲心,便是开此智 何以故? 知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觉性 但因有障位正,是知众生之性体皆痛也 故见众生苦,即是自己受苦 见众生乐,即是自己得乐 有一众生位正如来,则性体有有亏也 故发心必拔其苦,必与其乐,必度知成佛 是知为大悲心,所谓同体大悲也 能发此心,名为始觉 虽曰始觉,便痛正觉 故发同体大悲心,为之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其意为无上正等觉也 故离一切相,方未发此心 离一切相者,明其会归于同一真如知性也 何以言之 见有众生可成佛,而必度之,则是不取非法,亦非不众生 有无上菩提可得,离无相也 有无之相距离,为之会归归真如知性 以其弃合无相无不相之时相故 则出发心时,分别心以荣 粗细之我见前消矣 故遇此经意味精刚也 事观此经,意起口便令发无上菩提心 灭度所有众生入无于涅槃 而实无众生的灭度 以后所说,皆是发挥